所以我们要了解地水火轰空间式 是交织周片的 什么是宇宙 就是 业力之网 宇宙则众生业力之网 听过这句话吧 什么是人生 什么是宇宙 就是业力的网 我们会来人间 会生存在这个宇宙 是什么力量使之燃焉呢 就是业力 业力交织着 把我们的人生跟宇宙 摆脱不了 我们一切的众生 都活在业力的王子里面 好 再来 卷士 第三章 审除细祸 开示三如来藏 第一节 陈树二生疑 深深的怀疑 一 如来藏性本来就清静 为何有为迁流呢 为什么会变成沙玛呢 答案就是妄动 不了解 境界是虚妄 妄心是虚妄 妄心执着 妄境 以为是实在的 从毕竟空的东西 变成毕竟有 从毕竟空 变成毕竟有 本来 能言之心 空无自信 所言之境 也是空无自信 能言心空 所言尽 还是空 而我们不知道这层道理 从毕竟空 变成毕竟有 而有 就每天都奔流 放育 忙碌 就落入深思 所以为何有迁流呢 就因为不知道说 二 五大 如何周遍延龙 地水火风空 第二节 如来赤地出疑 一 审明其祸 要审查 明辨 祸从哪来 二 无名不解 深山系 境界为原 掌六出 这位 翻开 八百零四页 翻开八百零四页 看这个表 三系 这个三系 定义是 不为凡夫 和恶圣人 所了知 叫做系 凡夫 没有办法 了解到 第八意识的 维系意识 生命 千流的变化 恶圣人 正阿罗汉国 也没有办法 觉察 除了师弟菩萨 等节和妙节 有办法 去觉察到 第八意识的 维系 变化状态 其二圣 凡夫 都没有办法 叫做三系 那么六出 就是大家都 可以感受得到的 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我们先看 三系像 所谓夜像 就是一念无名 把如来藏性 转成了夜像 就是无名像 无名像就产生像分 无名像 比如说你看到虚空 黑黑的 就是无名像 这个色身 看不透 这个无名像 我们根深 气界种子 这个像分 根深 气界种子 都是第八意识 显出来的望像 是不是 那么这个 第一个夜像 是非常维系的 非常维系的 要到等节 菩萨才能够 觉察 一切境界 这个像 原来是 妄动 妄念所产生的 是夜像 夜像 叫做像分 像分就是物质的世间 在能言经讲 我们这个色身 三合大地 包括西空 通通叫做像 虚空跟色 是互相称托的 色法称托出虚空 虚空无像 但是它一样在像分 一样在色法里面 我们虚空是无像 那么 称托出有像 有像 称托出虚空无像 有像无像 通通叫做像分 所以虚空 也是妄想显现出来的 像 黑黑的 昏暗的 因为没有见到自性的光明 转向 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这个精神 一定要起作用 一定要起作用 从来不会停 包括我们晚上睡觉 眼睛闭起来 也会做梦 是因为精神要起作用 结果这个作用起错了 加上一层意识 注意 清净 清净自性 比如说 这只左手 左手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 盖着一层无名 这个无名 就是夜下 清净自性 在最深层的部位 我们盖上了一层无名 盖上了一层无名以后 我们把它切成两段 一半是精神作用 一半是物质作用 物质 注意啊 清净自性 一层无名 转成无名 这个无名 把它打成两段 一个 染少许的四大 为自身 少许的化学元素 认为有一个我 同时要起作用 结果这个作用 已经实习真了 清净自性 被无名挡住 就像一个人 戴了一副太阳眼镜 一个人 戴了一副太阳眼镜 很黑的 赫赫的太阳眼镜 一戴 昏天暗地了 昏天暗地了 有一次 我出国 人家买了一副 很黑的太阳眼镜 给我 我已经忘记了 戴了太阳眼镜 进去厕所 我跟卢医师讲 卢医师 这厕所 怎么都没开灯呢 卢医师说 师傅 你的眼镜 没拿下来 我说 对 拿下来 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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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奇怪 厕所 怎么昏天暗地 有开 有开 好了 如来葬姓 无名 我们把无名 切成两段 一半是见分 精神作用 一半是物质 物质跟精神 其实来自 同一个清净自信 相分 见分 来自 自体分 也就是说 如果大物的人 所有的物质 世界 不能障碍 它 它彻底地解脱 因为精神 跟物质 它已经 升华到最高点 所有的物质 都是 引起 幻化的东西 所有的精神 已经升华到 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颠倒 再怎么哭 佛陀都可以忍受 我们凡夫 没办法 一生病 就倒了 佛有那个三密 的禅定 凡夫 没办法 你想定 都定不下来 痛就是痛 所以 情与无情 同言总字 就是这个道理 见分 相分 来自于自体分 自体分 就是自正分 就同一个 清净自信 因为同一个 清净自信 被无名卡住了 转化成内跟外 内世大跟外世大 其实是平等的 内世大 也是 严肃所构成的 地水火风 所构成的 外世大 也是 地水火风 所构成的 因为内世大 跟外世大 本来就平等 心境本来就是 一如 但是因为 凡夫不明了 懒这个内世大 以为这个自我 所以每天追求 都是为了 这个少许的元素 忘了大地的 那么大的元素 忘了大地的众生 忘记了 每天自私 自利 占有 嫉妒 排斥 攻击 毁谤 伤害 就是为了这个 设身 想存活 多么的悲哀 佛 悟道 内世大 外世大 一切众生 都是平等 所以他可以牺牲 可以奉献 吃什么亏 都没关系 肯退让 所以他心灵 每天都在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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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佛是为什么 不是期待 灵命中 往生极乐世界而已 你要现前当下 这一念 彻底的解脱 过快乐 安详 的日子 才是一个真正 学佛的人 佛法出世间 不离世间结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密吐救 这老和尚常常这样念 佛法出世间 不离世间救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密吐救 他就是告诉你 这个道理 佛法如果不能应用 在现在 现前当下 这一念 人生过着安详 热力 那么 和和 那么我们一直期待 在灵命中 有把握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 佛法的可贵 在当下 在当下 现前本质基督 这一念 如来藏性 记得 见分 相分 其实是平等的 那么 因为有夜相 有了相分 那么我们转向右相 一直要看 见分就一定要看 结果看到的 不是实在的境界 比如说 你看到了虚空 晚上看到虚空 那个就是夜相 所显现的相分 你看到了这个色身 境界望线 起心动力 就是讲我 这个境界望线 这个是第八意识 所执著的一个根深 众生讲 叫做命根 或者叫做灵魂 灵魂 是不是 境界望线 这个境界望线 包括根深 气界 包括种子 种子就是习气 通通是第八意识 以前储存的 现在整个爆发出来 虽然爆发出来 但是都在第八意识里面作用 譬如说 大海里面的大风大浪 大海里面的大风大浪 无论怎么大 怎么小 都不能离开大海 现在我们言而彼此的深意 静风吹四浪 境界风吹这个意识浪 意识四浪 意识变成大浪 打击我们的清净心 叫做静风吹四浪 这无名的风一吹 境界一显现 还要去这个称恨心 咬牙切齿 伤害的是谁 伤害的就是你的如来葬心 所以佛陀说 众生是很可怜的 我们每天都在做 伤害自己的事情 而自己不知道 你每天在伤害什么 伤害谁呢 你愤怒伤害谁呢 你仇恨伤害谁呢 你嫉妒伤害谁呢 伤害自己的清净自信 我们每天都在做这种工作 我们爱一个人 难以割舍 清净自信 隐漠 无名显现 我们恨一个人 一直讨论他 三五年前的 那个可恨的人 今天碰到又一直讲 讲来又开始 咬牙切齿 你伤害的是谁呢 是自己 你在这边讲 对方也不知道 你恨死对方 恨得快得忧郁症了 晚上通通睡不着 人家 还重大乐透 什么叫笨 就是惩罚自己 叫做笨 什么叫做众生 就是不懂得爱惜 如来葬心 他不懂得爱惜 所以阿罕经佛陀讲 要用你的生命 保护你这一颗清净心 你一定要好好地体悟 不像在这三个字 你所看到的像 其实它不存在的 它只是严肃转换而已 所以现象就给境界望线 为什么望线 因为望心就看到 以为有一个实在的境界吗 这个通通是第八意识 就是维系意识 因为夜相显现相分 因为转向转动 一念不绝 把这个路来葬性 转成意识 见分就是八识